多年的出轨包小山 多年的出轨婚患情 Coco非常的苦劳 非常的痛苦 她多次提出离婚 这种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心痛如刀角 李温母亲投诉Bruce出轨多年 Coco多次提离婚却被吼骗 天后Coco李温今年7月情深离世 于本月21日安葬 李温母亲也罕见接受媒体采访 恐诉女婿Bruce出轨等行为 让Coco相当痛苦 多年的出轨包小山 多年的出轨婚患情 Coco非常的土壤 非常的痛苦 她多次提出离婚 有两只被吼骗 把她的婚书打回来 第三次 那是最近 也许你们想这次会成功了 我都想也许这次会成功了 是的 这次的离婚书 已经到了上面的保庭 批下来了 说等两周以后来签字 就在这次 偷偷突然的离世 她永远都走了 对白法人 从黑法人的心痛如刀绞 我老了 但是我并不糊涂 我的脑筋还清楚 那些没有良心的 没有心肝的人 他们不单地伤害我和我的家庭 我还要用我合法的法律的权利 趁我还有一口气 我要保护 保护我的 僅剩下来的三人家庭 谢谢你们 听我讲最重要 李温升线的语音也曾透露 和丈夫的争知 Sanna 她告诉我 我知道她很惹怒 很惹怒 就是有些 譬如 本身我的 Caraioke系统 这里 将它 要换 因为这个太压了 所以 啊 Nope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高保护 太棒了 他忘了谁他在婚姻 和多少我帮助他 这就是战争 据悉李温佳仁 以委托律师 提出请求进行死因调查 助信发信给香港的死因研究庭 啊 优求展开死因庭调查口口的死因 还有提起死亡的相关情况 死因庭在香港已经正式的回复我们 啊 把这个个案照给香港的警方调查 由于现在 签示之后的法律情绪 有关的字节现在不方便透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